佛寨寺的时候,有一次在讲经说法的时候 讲到一半的时候,有一部分听经的人走了,听不懂 这个人走了以后,在路上遇见了一个人 大家谈话,你到哪去啊? 一说,是听佛陀说法,说我不要走,不要回来再听 那么这又回来了,回来坐下一听,这回听懂了 佛就,有人就问呢,说是为什么讲台听不懂,现在听懂呢? 因为他老师来了,他遇见这个人,前生是他的老师 他们在一起,他就能听懂 我还想到,在报纸上看见一个消息 法治上说,这可能是在抗战以前的时候 就是七七四变之前的时候 中国有南天王 有南天王,他最初发迹的时候 他一直在升官,有小官一直向他升 后来和他太太不高兴,他把他太驱逐了 一驱逐了,他就官一直去往下降 这样心情就不高兴啊,不欢喜啊 就去看那个算命先生,这些事情 那个算命先生说,出主意啊,你把你以前的太太再请回来 他为了能升官嘛,也听了算命先生的话,就把太太请回来 请回来以后呢,又升官 但是,两夫妻啊,还是又烦恼了 忍不住了,又把他太太驱逐了 驱逐了以后,这个官又回来 那么还是得要把太太请回来 经过多少次的经验呢? 无论以后有什么烦恼,不驱逐了 不驱逐了 这件事啊,我在报纸上看见的 用佛法来讲呢,就是供业 他和他这个太太啊,在前一生或者前多少生啊 共同地修了辅业 这辅业不是一个人修的 他和他太太共同修的辅业 在那享受这个辅业的果报的时候 也要共同地享受 你不可以驱逐他,驱逐他 你这个辅就不行 人的这个业力啊 夫妻啊,一定是有共业 一定是有共业 这个父母,兄弟,姊妹,朋友 都有这个关系 要共业 等到共业因缘结束了,就分开了 不能在一起 是这个意思 我们宣习佛法也是各式各样的因缘 所以你要请讲经说法 不要就请一个法师 我今天请这个法师讲 我明天再请一个法师 因缘各有不同啊 就是这样子啊 有的人因为这句话能明白 有的人要因为那句话才明白 不是一样的 当然这件事啊 要经过你那些里面呢 专精思维 要多思维啊 你才容易误入 广是广是听一听都不行 就算是有点明白啊 它浅 你误入的道理浅薄 不能渗入 不能渗入的时候啊 你明白的道理浅呢 你的智慧也浅 有点 智慧浅薄的时候啊 在佛法里面呢 不容易有大成就 所以佛说 闻思修 这是一个 学习佛法的一个次第 要这样才可以 要这样才可以 好